这个视频咱们一块来看一下今年2021年刚刚过去的这个全国倚卷的这个作文题目啊 叫啥好别扭 不叫一卷 叫全国倚卷啊 这个作文题目其实很多人一看说没什么新鲜的呀 太开心了 对吧 这个追求理想的当代青年什么启示 哇青年追求理想 这简直就是考生在考试之前的几乎就是必备的各种各样素材的一个重点的大热门的题目 对吧 那就玩对呗 你打住啊 你打住 就是你但凡啊 我就跟你讲 你在考场上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就是你离题万里已经不远了哈 你收回来信 看看人家这个题目 前面跟你说这一大秃鲁 他对你的后面这个想法是有框定的又是限定的 是吧 他跟你说啊 这用了一个比喻 他说这个以射箭作为比喻 他说修身以为功 然后绞丝以为始 利益以为地 然后殿而后发 发臂众矣 你看啊 他在这说到和理想相关的这个话题 一个是要 第一个关键词是修身 第二个关键词是要绞丝 第三个呢 是要利益 对吧 人家这个材料也给你总结总结了 一个是基础 那么他认为修身应该是基础 对吧 那绞丝应该是什么方法路径这方面的 然后目标就是你的这个利益为地 地不就是目标吗 对吧 对人家一个一个对应的关系都给你总结好了 然后呢 然后在这个启示之下 然后让你谈谈青年追求理想的问题 你能抛得掉这个材料吗 抛不掉的是吧 所以呢 孩子同学就想了 那这篇文章我这么来写吧 对吧 我先搞一个光辉灿烂的开头 然后相应的 我还得有一个鞭辟入理的结尾 那中间的几个主体段落 是吧 这个三个嘛 三个主体段落 哎 第一个主体段落 我就来说一说吧 修身对于理想追求的作用 第二个段落呢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思考 对吧 你要平常多积累一些思考 这个第三个段落 我来说一说这个利益 也就是你要以这个 家国大义等等这个方面 还作为这个追求理想的目的 这个怎么说呢 行不行呢 行 真行 但是我个人觉得 这是你保命的途径 啥叫保命的途径 就是你在考场上 实在没的可写了 咱这玩意能凑字数 你明白吧 这明明显显的 对吧 这个框架就出来了嘛 但是呢 你自己做嘛 开头结尾去掉了 正中间大概剩了六百字左右 那平均到每一段 大概两百字 你这两百字里边 你就把修身是个啥 修身和追求理想之间 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你能说清楚 说明白点 已然算你的语言功力不错了 那没有更多的这个空间 留个一望下深入了 怎么办呢 我告诉你啊 这种情况 你完完全全可以把这篇文章 往具体化上去想 也就是说 你没有必要在这篇文章里面 修身脚丝和利益全都涉及 明白吧 没有必要全都涉及 因为你看要求嘛 他说上述材料 给什么什么青年启事 你结合自身的发展谈一谈呀 对呀 那我完全可以 我设立的这个逻辑就是 这么多里边修身脚丝和利益 我个人的启示就是 比如说我对脚丝这一块 特别有感触 当然你前面开头的时候 你要提一下这三个 你说我特别特别有感触的 我们重点来谈 而这篇文章 我们就纯粹的 也就是把你的这个针尖磨细了呀 这个切入点细了以后 你一针给它扎进去 你压强就大 你明白这个关系吧 那我们就来谈一谈 脚丝对于追求理想 有什么样的意义 对吧 就可以太多了 你说当代青年 我自身发展 有什么样的 一个结合呀 实现的热解 实际上热点话题呀 你说我不做躺平青年 我为什么不做躺平青年呢 我不是不想躺平 躺平的多舒服呀 但是我日常的思考 告诉我不能这样的 对吧 你日常有什么思考啊 对吧 对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有什么思考啊 对于国家的这个发展的趋势 有什么思考啊 以及古今中外 各种各样的人 他在自己人生的 这个成功的道路上 有什么样的一个经验 你是不是全能往里怼了 对吧 哎这样的话 你整个这篇文章 写的就集中 不是那种慢散开的 或者你说修身 修身对于你追求 这个理想 有什么样的这个好处呢 修身嘛 就是就是把你自身 形成一些 比如好的行为习惯 或者说这个对吧 这都是比较浅显的了 那哪怕就是浅显的 行为习惯 也能写啊 比如说我平常修身 我每天早上啊 五点多 你见过吗 我们学校五点多的 这个太阳吗 每天早上起来跑步 对吧 每天很晚睡觉 然后我如何如何的 哎我这么多年来的 这种非常非常严格的作息啊 就搞了我这个 是一个特别说 习惯于勤奋的人 哎我这种习惯性的勤奋 我这个人往那一躺 我就难受 那于是乎 哎你说追求理想 你说能有什么好处 能有什么这么关系 对吧 就是当你自己在追求理想的过程当中 带一多的时候 哎 这个习惯本身 就平常你在自身上养成的 这些个作息的 呃 修身的这种成果 它就能 就非常非常本能地 都送你钱 对吧 我只是给大家提一些 这个呃 思路的方向而已 就是你都可以 每一个你 你在考量上就去判断 你在哪个方面 自己积攒的材料比较多 自己根据人生的经验 相对来说 比较有话说 选哪个就好了 喵